鴨丸 還有鴨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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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一起出來玩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真的好吃 都說不出話對不對 哇從我們這小時候看到現在 哇真是不難 又來了 哈囉我是黃島 我是黛玉 跟著黃島吃美食 吃著美食啊 聽故事 今天我們又來到這個是哪裡呢 北投 北投上日本來過了嗎 對啊 啊對啦 北投我跟你講 上次那一集啊 真的是大貨好評啊 我們報道的美食啊 哇哇哇 真的是太厲害 可見的就是這個 黃島太有人氣 太有知名度 所以很多人來看啊 哪有人這樣自己講的啦 沒有啦 只因為喔 我們報道的美食 有太多人啊 就覺得很好吃 太多人看了 都點讚 然後叫我們再來違訪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啊 又找了幾家 這個啊 就是四顆星以上等級 有的網友說OK的喔 那我們今天啊話不多說 來這邊就是要幹嘛 吃 欸對嘛就是吃嘛 所以我們就走囉 跟迷宮一樣 來這邊啊 真的好 一定要拿紙巾針啊 啊不然就怕問人 就這樣 這個是我找不到 好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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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好櫻燕喔 在那邊 我們現在啊 才好 就是往二樓這一邊 我們現在吃什麼咧? 頂編錯 頂編說 對 沒關係,大家都聽說聽鼻子 大玉說 對 頂編錯 但是吃上那個字叫說 我們就跟著吃跟著講 跟著做就對了 說到這邊已經流口水了 對 你現在吃的是什麼口味? 原味 對 我跟你講 這個他就是很簡單 一個頂編錯 一個古早味的料理 那你吃看看 像摳單的樣子 它那個QQ的 QQ的 就是有點像是那個米牌 可是它 卻是一片一片一片的 非常的肉滑 而且不會像那個 灰條 爛爛的 它是非常Q的口感 這個頂編錯 它是用這個再來米漿 燒熱的底鍋 然後淋上一圈再來米漿之後 下面有熱水 然後把它戳下來之後 滾熟了 那就是所謂的這個 煙錯 它這個 就是 再來米漿的調配很剛剛好 所以呢 吃起來是很平衡的 不會像很滑 然後因為它有加一點這個東西 蒜頭酥 還有就是所謂的 情菜末 這個都是很清香湯 就是人家做那種 輕的肉根 就是 沒有勾芡的肉根 它會做的這種東西 就是這個湯 吃起來又很清爽 很清爽 行不行 對吧 喝下去就有夏天的感覺 而且它還有丸子 嗯 這麼厲害 有丸子 蝦子 蝦丸 蝦丸 剛剛好是口感 一定一樣 整個那個 味道都在嘴巴裡面 三個 那 為什麼 頂邊說 要叫頂邊說呢 為什麼 頂邊做的台語呢 叫做 熟的意思是什麼 好嗎 熟的意思 我們台語啦 人家講說 哈蟹人怎麼這麼孤熟 孤龜的龜 孤熟的意思 有點半吞吞的意思 再來比這樣 它把它淋上去 在鐵鍋上面的時候 熟了之後 它慢慢滾落下來 到下面的熱水裡面 慢慢滾落下來 它不是都掉下去的 再來它說 好我們再講到這個 登登 這是什麼東西 雞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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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傳統的雞捲 然後它上面呢 跟人家不一樣 人家在外面吃的雞捲 它的架子是怎樣 醃小黃瓜 那這邊是什麼 雞捲 雞捲 這菜頭腔 白蘿蔔 我們台語就是菜頭腔 然後它把它醃成這種醃漬物 來試試看這裡 感覺 酸酸甜甜的 然後這個搭配下來 來試試看 喔 很丟實 然後呢 它的肉環整塊是在裡面的 完全不含乳 沒有偷空剪掉 真的 沒有偷空剪掉 對 再搭上這個白蘿蔔絲 這個有醃漬過的 很解膩 這樣搭配起來 你不會覺得這個炸物 好像很油膩 然後再加上這一點 酸酸甜甜的這個 番茄醬 那這一家的 是什麼叫老店 那感覺賣這麼久 剛剛那個阿姨的醬 大概賣五六十年 這個東西賣五六十年 還能吃嗎 你賣老黑 大概都有錢 對 好 沒有啦 但是現在它這個品牌賣五十幾年 不是這一條賣五十年 有空的時候 可以在北斗市場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道 什麼 加啤酒 零點酸 好 我們現在呢 就離開這個北斗市場 然後到旁邊這個新市街 然後這個旁邊這個菜市場 很熱鬧的菜市場 裡面東西還是應有見有 應有 我們來找第二樣 真的 大家網友超級的美食喔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北斗市場旁邊這邊 這個新市街這邊 很熱鬧的菜市場這邊 然後很出名的一個什麼東西 北斗奇蹟 北斗奇蹟 北斗會有奇蹟 然後呢 這個奇蹟是他們 好像全部都是帥哥沒你 不是 你在臉紅 你帥哥也是臉紅 是不是 你是藝人還是這個老闆 我是 兒子 兒子的同學是不是 他為什麼他找到那麼帥 既然這樣 以後再弄一下 三個弄一下 看一下我們 你看 那下次來就是 買機順便看帥哥就對了 好 來這邊的 好吃的是什麼東西 好吃的是 雞肉 雞肉 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燻的 一個是鹽水 燻的跟鹽水 燻的是比較香 原色其實很會 激氧的構成的時候 你們會有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就是不會的果凍嗎 喔 那很了解 原來啊 他們講的果凍雞 裡面就是所謂的膠原蛋白 啊膠原蛋白吃了會怎麼樣呢 不會QQQ的啦 QQ彈彈的對不對 那個女生小姐吃了啊 你會光滑 QQQQ 啊男生吃了咧 就會像這種 顏值一樣有沒有 對 就像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攝影大哥 要多吃一點 要不要拚這樣 我剛剛發現到你知道嗎 雞亞老師還有一個最後一個步驟是什麼 你知道嗎 剛剛開始是帥哥 來你是不是這樣給我看一下 這是什麼動作 有沒有看到 群球爆紅的那是什麼歌 撒鹽哥 原來雞好吃 咧咧咧 咧咧咧 咧咧 咧咧咧 咧咧咧 最後關鍵是這樣子 是不是 這神拉一筆 哇 現在我們準備來享用這個 北投奇雞 這個是什麼的 看到底很多神奇啊 對 這是什麼口味的啊 原味的 原味 然後我們這個呢 就是煙燻的 雞啊 白斬雞通常就只有這兩種口味 對啦 那話不多說 先來試試看 果凍雞到底厲害不厲害唷 膠原蛋白有沒有 那個這樣透透的有沒有 透亮透亮有沒有 那個這個 那個不是脂肪啊 那個叫膠原蛋白 對 感覺怎麼樣 會不會油膩 然後 既然那個果凍有食材 沒有口感 沒有口感 雞只有分胖的雞跟瘦的雞 但是你要把雞煮到會有膠原蛋白 這就是功夫了 這個黃小吃雞吃很多年了 有這種這樣 這個有絕對的經驗 好 然後我們也話不多說 我來吃吃看 這個火凍雞到底可以 好這個是煙燻的喔 真的好吃到說不出話對不對 你痛傷了 東西好吃齁 就不用說說話 光在表情還有你的那個 食口感那種享受感就知道了 雞齁這個吃下去之後有沒有 那個一咬下去 瞬間那個果凍感有沒有 就充滿在你的嘴巴裡面了 完全不是油膩感 你那個很清爽的 那個果凍的口感就出來了 雞不會爛 因為雞齁 重點是如果你過爛的話 你吃起來也會怕麻鬆鬆的 那咬下去就 然後你就說 哇你今天一天很累 結果很開心的感覺 有瞬間在那邊就消失掉了 這個完全不會 它那個雞肉非常有彈性 這個煙燻的啊 它就是齁 有那個煙燻的那個氣味在 那個香氣有在 它這個鹹水的呢 就很乾 完全沒有味道 薄薄一層鹽 只要把雞的甜味帶出來而已 你在吃雞肉的時候 它就是那個 它的雞胸 如果說不會拆 會 講到重點 你會不會拆掉 一定要帶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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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感剛剛好 裡面有肉汁 這個女家不進嗎 對 吃下去吃喔 馬上那個肉汁就出來了 跟那個小籠包一樣 而且那個肉汁很漂亮 哪一道北投 頭髮可不可以啊 你剛剛那一趴 頭髮蠻亂的 唉唷 我現在可是知名人士啊 頭髮不能亂啊 所以呢 來到這個北投市場啊 我們來嘗完這個美食之後呢 回家要帶點伴手禮喔 這個啊 鹹水雞 北投雞雞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歡迎大家來吃雞 有機會啊 一定要來這邊品嘗看看喔 現在啊 我們就要來一套啊 這個啊 另外一家很知名的啊 一個品食啊 文化魷魚羹 聽說啊 這邊有27年的歷史啊 好好我現在就27歲 好好我現在就27歲 哇 我在小時候啊 開到現在 哇 哈哈哈哈 這邊特別的是什麼東西咧 什麼地方的故事 有什麼 沙茶 魷魚羹 欸 你現在吃的是什麼東西 喔 魚鬆 魚鬆 其實現在賣魚酥的地方啊 很少 但是吃到這種魚酥還是傳統的 就是好像麵粉 把魚跟魚啊 和在一起 打成一片片 就是魚鬆啦 吃起來什麼感覺呢 嗯 嗯 嗯 吃起來 吃起來 而且很有那個 湯的味道 湯的味道 沒有了 好吃到講不出什麼啊 酥酥 香香的 欸 就是我講的 香香香香香 對就是香香香的概念 然後再搭配到那個羹 一家店裡所有的鎮店吃嘛 啊這鎮店最多的是 沙茶魷魚羹 試一下這個沙茶魷魚羹 沙茶魷魚羹 是最對味的啊 沙茶魷魚羹 是最對味的啊 沙茶魷魚羹是最對味的啊 再搭配上這個酒成茶 這個香氣 這個筍式啦 這個清甜味 魷魚很脆很清爽 好像剛剛那種脆度剛剛好 所以吃起來 咬咬咬咬 有點在吃脆瓜那種口感 然後搭配上這個 沙茶魷魚羹 其實這個沙茶魷魚羹 最早上是在東南亞那一邊 那一邊啊 那一邊啊 沙茶魷魚羹 在東南亞那一邊 沙茶魷魚羹 就叫肉串 大陸那一邊啊 那個潮汕那一邊的人 他把 那你去那邊 把這個沙茶魷魚的技術 學回來之後啊 然後在 在沙茶魷魚羹這邊 麻醬麵 這個麻醬麵呢 你看 這個 麵條 白麵條上面 均勻裹上 麻醬醬子 有不 你吃到什麼東西啊 花生 你吃到麵啦 你吃到什麼 你吃到花生 哈哈哈哈 那一個香氣有沒有 你吃下去的時候 因為它稍微有一點 帶一點濃稠的味道 然後 整個下去之後 它也不會說過敏 它整個就這樣 充滿在你啊 這個口腔裡面 你看 濃的化不開 傳統的古早味 有機會 一定來這邊 品嘗看看喔 好 好想要 想要吃到更多隱藏版的在地美食嗎 想要知道更多食物的來源於典故嗎 跟著黃島吃美食 吃著美食 聽故事 就對了